建涛集团0148主要从事福同面板、印刷线路板、化工产品、持电产品制造及销售、物业发展及投资等业务 前者通过持有73.76%股权的建涛绩层板18888进行 福同面板主要用于生产印刷线路板 而印刷线路板应用于多种电子产品 故此,环球电子产品的周期以及需求多寡 成为影响上述产品销量表现的关键 基于去年全球电子产品消费市道不景 加上,内地及香港房市表现亦不济 集团于2022年业绩难免情倒退 其内营业额为493.76亿元 按年跌13.0% 淨利润为36.55亿元 按年跌66.1% 每股淨利为3.297元 末期息每股75仙 按年少69.3% 全年派105仙 按年跌65.0% 尽管每股派息除每股淨利缩减而下跌 但约以每股23.85港元的股价计算 往迹股息率仍有4.4% 福同面板业务去年营业额为199.39亿元 按年跌31.7% 而福同面板销售量为9600万张 按年降23% 因此 其下建凸积层板于2022年业绩疫情倒退 其内营业额223.64亿元 按年跌22.3% 淨利润为19.09亿元 按年跌71.8% 派末期息每股20仙 按年跌83.3% 全年派35仙 按年少76.7% 现价股息率为4.26% 根据集团发布的公开讯息 因今年首两个月幅同面板 及其上游物料的存货流转速度较慢 及产品单价下跌 故意对存货作出减值撥备 然而 随着内地经济活动至今年起伏偿 细将有助消费市场复甦带来积极作用 而今年首季内地的消费零售数据 亦呈现优于市场预期的表现 尤其电子业界普遍预料 今年第三季将迎来行业复甦 故预期细将有助福同面板行业 将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 这将对建涛相关业务的价 与量产生正面影响 无论如何 其垂直生产优势将继续发挥稳定质量 并满足客户需求的作用 见透过去数十年多的优秀经营 往职成功展示 集团不单能紧贴市场周期的变化 更能根据信益的宏观环境 适当地调节企业战略 集团去年把净營运资金周转期 由2021年的60天缩减至50天 去年政府债比率维持于20%水平 财务状况健康及良好 去年底的资产正值为每股54.2元 以股价23.85元计 市涨率只有0.44倍 2023年预测市盈率则只有4倍左右 预测股息率达6.7% 建议投资者收集作12个月投资 目标价为35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